今天我们来做一道下饭神器 懒菜肉末炒四季豆 买回来的四季豆加洗干净后切成小丁备用 另外我们切点彩椒的丁备用 油热后我们下入四季豆进行翻炒 撒上一点盐入个底味 这里火要开得大一点炒得狠一点 一直炒到四季豆的表皮有一点烫皮的感觉后 加入一点清水 水开后盛出备用 油热后下入三肥七瘦的肉末进去翻炒 翻炒到肉末变色后加入葱姜蒜炒香 现在我们就可以加入橄榄菜了 橄榄菜是这道菜的灵魂 我们可以多放一些 橄榄菜炒香后加入前面炒好的四季豆 锅边淋入一些黄酒 加入一点生抽蚝油放入一点白糖调味 现在我们撒上一点白胡椒粉加上一点点的香油 最后加入彩椒翻炒到彩椒成熟就可以盛出装盘了 现在下饭神器煮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干嘛呢 那自然是准备好两大碗米饭咯 下採出啤酒 下廁火 打半量 下廁火 疯独装